香港人群 香港人群 街头挤满黑鸭鸭的人群 高举抗议标语 2020年元旦这一天 香港在线百万人大游行 不为庆祝新年 而是重申五大诉求 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游行 从下午不到三点 便聚集大批人潮 由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民政指出 至少有103万人参与 这是2020年第一天 我认为我们能够休息 我们已经感到够惊愤 这是一个时刻 我们一起来 今天再来 然后告诉世界 我们还没有放下 然而到下午四点左右 原本和平的游行 出现蒙面人 破坏中环附近的银行设施 玻璃门窗被打碎 ATM也被打烂和撬开 港警开始对游行民众发射催泪弹 而原先申请到晚间10点的集会 在下午5点半左右 就被港警要求在半小时内提前解散 到了傍晚 大批游行人潮不愿散去 混乱的冲突随即扩大 香港警方开始进行强制驱散 晚间港警出动水炮车 释放催泪弹 驱散大批示威者 也有示威者用砖头 雨伞等杂物当路障 试图堵塞道路 铜锣湾广场外 大批震报警察突然冲向群众 采取一次包围行动 逮捕了上百人 要求民众靠墙坐下 高举双手抱头等候搜查 港警召开记者会表示 当天一共有四百人遭到逮捕 我们很希望所有被打压的人 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都不会放弃他们 哪一个被打压 我们就跟哪一个并肩同行 继续去争取五大疏抗 莫忘我们的初心 明镇发表声明 严正谴责警方腰斩游行 和围捕市民的做法 强调疏散游行是迫于无奈 而当天现场 还有40多个新工会设立摊位 酝酿发动下一次大罢工 开展新的一年 香港局势持续动荡不安